好来看到光复乡是全台阿美族最大的聚落 乡公所一号办理了原住民族日相关纪念活动之外 针对八月份开始乡内十个阿美族部落以离姓也陆续的展开了 也借此也揭开拭目 鼓励也呼吁旅外的族人青年学子都能够踊跃的返乡来参加祭奠 总头目黄德成召告祭祀祖灵 不仅是为八月一号原住民族日纪念活动祈福请贺 也为八月份光复乡各大小部落将陆续登场办理的 伊犁信年度重要传统岁石祭祝福 来自光复乡十个大小部落的族人一号齐聚在光复商工体育馆 不分部落每位族人手牵手围成圈 传唱一粒性歌谣脚踏记忆步伐场面隆重 光复乡为全台阿美族最大聚落 全乡十个部落在乡公所的支持下 致力于推动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工作 尤其伊犁信年度重要的岁石祭祝 不仅是头目及族人 乡长宁清水也呼吁旅外族人 青年学子都能踊跃返乡参加祭奠 8月的第一个周末将由阿多默阿鲁龙以及沙老三个部落 同步进行一粒信之外 马太安与泰巴朗两大部落及拉索爱香草场 则在月中办理 最后则是为马佛、乌卡盖等部落一粒信截许登场 也请大众务必遵守部落文化祭仪会场的规定 当一个自重受欢迎的好客人 记者是欲蓝光复采访报导 实际 Neil 人 阿尔 阿尔 谢谢大家